沙田站的B出口左转 看到前面那条行人通道,右转 下了这条行人通道之后,就转左 在这里转左,跟前面上沙田站的电梯 旁边有一条小路,直上 在这条行人通道,大约20分钟就到达杜丰山 杜丰山有几个景点大家一定要去的 杜丰山教堂、童钟、莲花栋、生命门 和国父提志的博爱门 白色的大十字架,名阵和圣殿 大概30分钟就会到达杜丰山 小前海 是最好的 大约 大约 很好的 大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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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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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洋花洞 这是圣殿 左手面是腾中 腾中心 這是蓮花池 這是鳴鎮 鳴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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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是恢復的 參觀 facult完 發展 躺了 24ffic 終於 這個 就可以點進去 这是新鸣门 这庭是施恩庭 上面是活井 这是姓十字架 大家记得参观这些景点 来讲词 切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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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新美墓后面的墙是博爱门 是国父提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